近年来,我国在少子化的冲击下,许多学校都面临招生的压力,然而草屯镇敦和国小的学生数却逆势成长,今年新生比去年更增加了22位,还增加了一班,让睽違了17年的丁班重现校园。 校长简秀赫笑着说,今年我们偏丁了。 草屯镇敦和国小,近年来在校长简秀赫及全校师生的努力,每年的新生陆学人数都有成长,今年更增加了20位新生同学。 学生教长会得到这个好消息,特别精心准备了,征班欢乐礼、跳舞机器人,承受给全校每位师生。 很开心、很兴奋,会很喜欢,变得很喜欢上学。 今天开学第一天,我收到这个觉得很特别。 他很帅。 还有呢? 很酷。 要感谢家长会长,就是每次都会给我们那么多的惊喜。 敦和的孩子真的好幸福哦,在开学第一天就收到了一个见面礼。 非常感谢家长会,今年特别准备了这个增班喜乐礼。 家长会长边请中说,征送钢铁冷娃娃,就带给孩子欢乐一位,期盼师生都能够多学习,勇敢面对人生的困难与挑战。 家长景秀赫也相当感谢家长会的乐情赞助。 我们敦和国小在91年曾经就是新生有定班,那睽違了17年,今年才又有定班。 所以家长会得到这个消息,非常的高兴,也要肯定所有老师的努力。 希望小朋友很快乐,不怕困难,勇敢地去面对各种的挑战。 校长简秀赫表示,学习是件快乐的事,期望透过这个怀乐礼,让孩子更爱上学,更爱学习。 而当天在学生拿到正班里的那一刻,眼睛发亮,欢呼连连,抢灭嗨到极高点。 记者曾光佑,乔屯采访报导。